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 DICKY HELLO 你好 各位東周網友大家好 循例介紹一下 今集就有金利風證研究報 了一群董事 DICKY 和大家聊聊天 大家有什麼問題就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幫大家轉達 這個時候就報一下事先 今天是開心的 今天恆子瀉過16,161點 升了821點 成交今天是1,810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恆子、科子都反彈 市場觀望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英文銀行一如預期加息0.75厘 先說說今天的市況 因為今天最近升到16,500左右 成交都挺暢旺的 很久之前很退 試過幾百億 起碼188億 近2千億 還有很多的板塊都是反彈 大家今天是開心點 看到數字 11月好像是三日升 一日跌 接下來11月是否真的被疑太久 交給DICKY說一下 好 今天講升又沒什麼厲害 不過我又不是真的自吹自擂 我都會講一些客觀事實 還有講一些都跟升到和頭條有關的 又不是大貿廣告 逢星期三我就有投機主義 就有見報 就是頭條有報 逢星期五就會有這個 糟了 忘記了名字 好像叫機不可失 在星多日報見報 今個星期三 其實我都已經講了 這個題是金融峰會 風雨不改 想起姜濤的歌 風雨不改 是的 但是風雨不改之時 我在這篇文章裏面 都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時 當時 就說 什麼都還沒講 就是聯儲局議息 PC指數 一堆基本的東西 我就說 其實恆生指數在早前 放到14597 就是Halloween低位 我們說的真的很容易 以後就記住這個Halloween低位 去到那裡 如果真的開始反彈 我就在當時的文章 就說 14日的相對強的指數 又再次一個三底倍次 這個很可能是一個 短線見底回升的訊號 當時我是這樣說的 甚至乎 我最後還說 就是 今年年內低位 很大機會是 十月傳統古災月 Halloween 已經恐慌性出現 當然 這個就是我 在星期三 現報專欄的內容 可能你會說 現在升上來 不代表不可以再跌過 都是那一句 看法就是看法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去到這個低位之後 港股的反彈動力 亦都相當驚人 很真心說 我都會覺得 今次金融峰會 是一個小小的轉捏點 因為 過去一個禮拜 尤其是禮拜初 我都會說 全香港人 看著恆生指數 走勢圖 就覺得 沒什麼看的了 不如看看天文台 那個走勢圖 即是台風 尼革 好想來隔著我們嗎 他都不成功了 我都會覺得幾樣東西 挺有趣的 金管局很厲害 總之 你八號也好 總之 我的嘉賓 都在一年四季那間酒店 其實 風會都是風雨不改 風繼續吹 都會繼續舉行 當然也是聰明的 早就說了 當日未八號 但就停放 我覺得所有安排都是理想 好了 到了風會這段時間 當然大家 都會聽到很多 最主要的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 投資銀行的一把 或者最多第二把交椅 又或者一些私募基金 基本上 都真的混集了香港 而這個畫面 我都很久未見過 感動的 作為一個香港人 因為我們已經幾年 是完全與世隔絕的了 我自己都與世隔絕了 不是嗎 飛機都未飛 飛機你沒有坐過三年 我真的未想過 準備飛 當然現在準備飛 機票都訂了 快要請假了 但都真的 等了很久 期待已久 我覺得感覺上 都是有些少少 重展我們香港的活力 當然港股 當時已經是明顯地 開始有個回升 而日前 亦都幾巧妙地 港股連升兩天之後 昨天就有個很急的回吐 當然 我昨天自己 就在我自己的直播裡說 這個連升兩天之後的回吐 第一 沒有改變 之前港股見底時候 早晨之星的技術 也是沒有改變 第二 就是連續這兩支揚足之後 一個技術上的後七落 一條十天線 那個升勢沒有破壞 其實理論上 昨天就是要買貨 這個就是我昨天 自己做直播的看法 好了 又要說回 今天我升到一部的專欄 究竟講些什麼內容 這個都是引證著 我再長遠一點 對於港股未來的預期 這個就是關於聯儲局 聯儲局很吊詭 大家都應該要記得 今個星期發生什麼事 以前就是他的意識 大家遇到75 誰知道 誰知道一宣布 對呀75 接著 美國先炒上去 炒上去之後 從一聲 倒跌再暴跌來回 那道指 33000 32200 沒有了800 我說那天 但是今天 我也想說說 我對於貨幣政策 美國 以至到接下來 聯儲局 究竟怎樣走 我自己都有少許看法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都明白到 就是說 會議紀錄 會議後聲明 接受記者提問時的言論 以至到 所謂的 開完會之後 總有一份新聞稿 給記者看看 大家都當然會 加完75個點子 就拿著新聞稿 其實只有兩三頁子 當然是逐個字 然後就會發現 其實聯儲局也有說到 在未來再加息 以至到再加息 去到一個合理的目標區間之前 當然有個極大的敵人流目標 要打壓的就是 這個通貨膨脹 始終 這個通脹 目標2% 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但是一個很客觀的事實 就是從智女行間裡面 大家又會去思考 就是說 接下來局方 都會評估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長期而累積的緊縮貨幣政 喂 當然啦 你加75個點子玩 多轉 多轉 所以其實對於經濟活動 通貨膨脹 就業市場 金融市場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聽上去 就是會評估這個 甚至未來的加幅 每一次可能會略為 降低一些不需要 惹惹的75個點子 這件事我早就預測了 因為看到加拿大央行 有這個動作 過去我都有說過 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 寫完這些看法之後 大家就會很亢奮炒上去 到了鮑威爾接受訪問的時間 可能記者的問題 再加上美股 這樣夾上去 火上加油 就令到他猛猛的 看到他戴著粗黑眼鏡 都看到他的眼神 就是 怎麼說呢 我又不想用黑口黑面來形容 不過呢 其實都是目口目面的 就是不多 不多like 高興那隻 就是那些 然後記者再問 他就一句彈他過去了 他就說是pre-mature 那pre-mature 意思就是 這個字有很多解法 形容很多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說形容 這個筋式的預期 那就是說 你現在問這件事 就未成熟 就是某個記者不成熟 是說你現在問這件事 是未成熟 未時後世氣 又說過早衝景 利率見頂 甚至乎是 好啦 接著他就說 We have a ways to go 就是漫漫長路 有牌加 那即時的美股就散了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如果從現在 CME Watch 就是Fat Watch的數據 當然 現在說的 12月 那個加息的幅度 是徘徊在50和75之間的 那早上我做成功第一線 我就說了一個無聊比喻 我就說好像那些80年代的電視劇 女主角拿紫紫梅巨花 在那裡拔花瓣 她哀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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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其實 要是左要是右 那現在呢 又是拿的數據 嘩這個通脹更厲害 嘩這個數據很好 那75那邊更多 咦不是啊 又放慢了 又50那邊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75那邊更多一點 市場又跌一點 50那邊更多一點 市場又升多一點 那接下來一兩個星期 就是這樣的 但是最客觀的數字 今天就是11月4日 那我也跟所有東周的觀眾說 我呢 都會對於聯儲局的貨幣政策 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何時見頂呢 要作一個預測 我真的認為5厘25厘半 會是一個可能合適的水平 因為除了 在現在仍然 由3075加上去 其實都還有很多空間 第二 不要忘記了 在那個所謂的 即是說 會後裡面 其實都形容了 聯儲局對於過去 累積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 其實他們是在判斷中的 即是那句 你一路下藥 你一路下藥的話 其實 都是在康復中的 病人 去到某個位置 他可能快要康復的時間 你就可以減藥了 那個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加息的福報速度和力度 其實都有機會 從這個連續N 不是N的 好 當次的75個點子 是略略放慢些 還有有一件事 我今天都想說 也在星島上寫了 剛好 在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之前 格林斯寬的年代大幅減息 當時聯邦基金的目標利率是5厘 金融海嘯爆發之前 大幅減息甚至量化寬鬆之前 也是5厘 那一刻 其實如果你說 以加息的幅度和速度來講 過去幾轉的75 就已經加了一大部分 現在剩下的 是比較小的那一部分 所以金融市場的表現 就會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連續回了幾天 特別是那個道指 其實反彈的動力和空間是存在的 以至到我們的區內港股 當然 一會兒你如果再問我 也可以解釋一下 港股今天上升的理由 也不只是聯署那個 包括索爾茨 而訪華我認為是一件很大的事 也值得和大家說一下 那不如繼續分享吧 好啊 很簡單 今天很多海外媒體都問 為什麼港股升這麼多 我就說 你看看我A股先 我們港股怎麼都會跟A股走 其實有些股份是一樣的 問題是看看誰的升幅大一點 與此同時 為什麼A股哪會這麼好 大家可能會問 是否某人在Twitter說的話 你不要放大影響力去到這樣的地步 但很客觀的事實就是 其實大家不如看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說什麼 見什麼人和做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不明顯 因為很客觀的 大家都會覺得內地動態清零 這個當然了 風區、風小區是事實的 但也不可以忽視和忘記一點 就是剛剛爆疫情的時間 那種風區、風控管理 就是整間廠都不可以再繼續營運了 只是停了經濟活動 但現在就不是 風控管理就是 大家可能有風險了 不如你們現在就沒有回家住 繼續在工廠上上班 然後在宿舍上住 就是那個概念 其實廠都沒有停 現在問題是這樣 所以對經濟、零售 對很多東西是會有影響 但動態清零、總體方針不變 有兩個很值得深究的概念 第一,香港作為特區 已經展示了與內地截然不同的防疫措施 還有未來對於mRNA的疫苗 其實大家都知道 防效性會高一點 內地都已經有自主研發 究竟會否入口 我不知道 但很客觀地說 到現在防疫是重要的 對於內地來說動態清零 你會看到澳門與內地的防疫措施是看齊 再加上澳門疫情真的很少 他不想爆炸當然會這樣 傳聞檢測 但你會看到 從一個外交的角度 其實已經沒有停下來 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已經見過很多國家的元首 越南 也到現在德國 不要忘記德國為何會這麼厲害 最簡單一句 德國是七大工業國 而過往七大工業國的心態態度 其實都是一個陣線 假如說中國偏右的機率 改 kot內地通訊 對於在紅地區局勢緊張的情況下 索爾茨綁華的行程 第一便代表七大工業國 有一個國家 甚至相出的 Auron 當然,站在經濟的角度,德國企業對於中國的GDP,或者雙負雙城,或者對於德國的GDP,其實都真的有很多合作空間 為什麼德國寶馬要在瀋陽建這麼大的廠,就是真的寶馬的車在內地很好賣 就是這麼簡單,還有Volkswagen,不要忘記了它,還有德國銀行,還有巴爾藥廠 很多德國企業在內地的業務,以至中德的合作,都是很多年 適逢中德50年建交,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是很大的一件事 大家千萬不要忽略,現在這一刻,雖然大家都會說,內地仍然是動態清零 但是對於外交來說,已經完全沒有停,這個是相當明顯的 所以我會覺得,起碼今天的A股上升,其中一個原因 都會是和未來對於內地的經濟會逐步開放有關 當然那個逐步開放,就不會像之前有些評論員說 會成立聽到收到風,當然就已經嚴嚴捱波了 當然我就不作評論了,但問題是,我不同意的地方就是 其實內地政府不需要很刻意地做一個叫做經濟重啟 就是reopening的comity,就是完全不需要 因為內地政府的政策都會很簡單,不如做實事 在現在這一刻,動態清零是要清了,那就繼續封控了 不如在外交上加多把勁,做多些功夫 尤其是一些和中國的經濟是有長期合作關係 而對於中國經濟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這些國家 所以這次德國政府的率團訪華,我覺得這件事其實都是相當之正面 然後撇除人民幣反彈,美國也可能會有機會 幾天之後再彈,就是很多這些話題之外 剛才這一個,我都認為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也想特別講一下,就是筆水 因為最近都在說,外資撤退 但是內地投資者就越跌越買 好像就是,講古充昨天的淨買額都有75億 以及連續三個交易日是高過70億的 也都連續21日就吸支 特別是騰訊,昨天的流向都有12億的超過 沒錯 我想特別講一下,現在科技股都幾隻都彈 雖然這麼多個股份都彈 但是這個時候,筆水是這麼吸收的時候 是不是正面說,未來都會看好呢? 其實呢,首先我們從幾個角度去講 北水流入不是新的事 又或者如果你說,股份回購,N這麼久的事 那你又不見之前回購的時間 那些股份會升,騰訊會回購,N這麼多次 那北水流入... 但是,Aster剛才也說的 現在這個北水流入是一個很明顯持續的趨勢 十三年半的港股低位,相對於A股的折讓 亦都特別是再加大了 明顯地會見到,其實大家有時候 按下一些主要的一些 平時留意的那些,由騰訊 你到達比亞迪,你都不妨看下經紀牌 你都會見到,耶耶耶,不是說笑 那麼多都是那些什麼,中國創營市場 那些北水盤那樣 其實很客觀的情況就是 內地投資者除了你會看 就是說,現在A股相對 H股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日價之外 H股的折讓又再大了之餘 他們都會覺得 其實都是一個轉捏點出現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在這個時候,都是來買港股的時機 因為真的去到一個股值比較低殘 還有,內地的投資者 可能對於內地的政策的轉向 有一個更加高的敏感度 就是說,內地的國家慢慢都會 好像香港特區那樣 是開放現在的外交層面 但是外交層面之後,很快就去到經濟層面了 所以,慢慢慢慢放的情況之下 就會令到,北水都會即時 流入回來這個低水 或者嚴重低水的港股 雖然都是那一句 今天,如果要說 無論是一些新經濟股好 或者恆生指數好 比起最高位,你想想 今天最高位夾到16,500 那現在都是收到16,161 其實那些升幅是收窄了很多的 還有,都很巧妙地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牛紅症都是代表 散戶的投資者 基本上,多數都是左一巴 右一巴,右一巴,左一巴 再左一巴,再左一巴 這樣輸錢的 因為,今天是一舉而一下子抽光了 是完全把所有紅症的重貨收回 是徹底收窄 然後才升幅收窄 當然,這些技術的 過去我自己教投資班 或者我在Patreon 都放了一個圖 剛剛收窄 那它升幅才回落 這個也是非常正常 但如果你說,新經濟股票 由700,今天升7.7% 雖然由最高位都要回落8個多 都不是少 9988,收市都升11% 但比最高位都回落6元 當然是回落很多 但無論恆子 無論是新經濟股 其實今天收市都全線絕大部分 守住在這條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老實,我真的很久沒見過 這麼多股份一舉而突破 而是守得住20天移動平均線 所以我都會相信這個反彈是堅實的 所以你說會不會下星期 還有更多的彈幅 尤其是金油股會換這麼多 令到下星期 暫時都可以用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 去看我們的港股 至於我自己的看法 已經是印證了 也寫了出來 在頭條日報星期三的專欄 我就已經預測了港股 這個有機會有一個低位 希望吧,希望我都看得對 暫時來看就 至少不太錯 本身說星期三就是 昨天就是買貨時機 但是錯過了,因為大家害怕 反彈後又跌 你覺得下一個買貨時機 會是甚麼時候呢? 我會覺得這樣 今天升這麼多 它的升幅也都收窄了 下星期會不會回一些 如果美國今晚的一連串集數據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或者比預期好一些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美股都可以彈 那港股要它對 也真的不太容易 除非有些突如的消息有變化 但是到現在 大家對於內地 都會慢慢放鬆這個疫情 不是放鬆疫情防控 是放鬆 令到經濟活動 再更加回復正常 這個對於後市都會利用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今天大幅突破了20天移動線的股份 再下20天移動線 亦都可能是一個上車的機會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的錢的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 謝謝 拜拜